现在德国的风能太阳能发展的也很强劲 中国的风能太阳能都分别的超过了三亿千瓦的装机 但是在中国的电力供应力里面 它现在占的实际的贡献还比较小 我们下面就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不仅要把非水的非化生源可在生源装机 要把它做大 让它们的发电量增大 而且让它们如何跟储能结合好 然后产生一个稳定的高质量的电力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两国科学家们 可以做一些交流 更深度地做一些合作